今晚幕后说新闻这里是由TVBS连历媒体所制播的Podcast节目新闻 幕后我是鲁鲁萨加鲁 现在录音的时间是6月27号星期四下午三点半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说这礼拜呢有哪些我特别有感的新闻 好先去看到台铁自强号列车 在6月21号星期五下午快五点的时候 就在花莲和任隧道南口撞上了土石流 导致列车出轨 司机跟乘客有九个人受伤 这在上一次花莲四月份大地震之后呢 其实花莲的连外道路 不管是苏花或中衡公路都已经不好走了 再一次发生这样的意外 就冲击了外界对于花莲观光的信息 县长徐真卫后来碰到了行政院长竹龙泰去勘灾嘛 就很难过啊就哽咽啦 他说东部人到底有什么路可以走 就跟中央喊话必须要正视东部人的交通权益 那竹龙泰也致歉说努力的不够快 所以已经要求台铁要彻底检查 相关的这个警告的监测系统 然后呢要尽快的补强抢救 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新闻到底有多强烈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很喜欢花莲台东 我其实每年都会想要找机会去台东几次 然后不久之前 其实就是在前几个礼拜 我自己呢就去了一趟台东 有点事情去了一趟台东 是去池上 然后那天也差不多是傍晚四点多 四点多不到五点的时间 然后也是坐 我有点强烈怀疑 根本就是坐同一个号自的列车 就自强号列车 然后也是北上 然后那天呢 就是下着潘朴大雨 雨震超级无敌大 然后列车开开开了 我记得超级在瑞穗附近 然后列车就停了 就说前面呢 因为有什么吐石啊 然后冲刹下来 那盖过了这个铁轨 所以我们在这边 必须要暂停一下 就一停停了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等了很久 然后车子再又往前开 所以我因为 才刚有像这样的经历 就真的你就是困在火车上 然后因为我隔天还有工作 我一度想到说 如果我回不了台北怎么办 然后我在这边停要停多久 你想想看那一天 这个列车出轨 那是真的大家就是必须要下车了 然后可能再做其他的安排 受伤的要送医院 没有受伤的要怎么样 去做其他接驳 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当然在立法院前段时间 批评傅昆奇 跟花东建设有关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法案 但是说实在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 应该要怎么样来因应 因为如果是以台东来说好了 你还有一个可能性 你是从高雄的方向 高雄屏东南回的方向 然后往北往台东 我自己没有长这样开 但听说这样车程开上来 其实也还好这样 可是如果你是从北要往花莲的话 你南回往花莲 其实还要再往北很久 那你从北部要走东部 或不管走苏花或坐铁路 要到花莲 你碰到像这样的状况 你真的卡在中间 你也不敢去 所以我觉得对于东部的朋友来说 这真的是他们心里头一个很大的一块 重弹压在他们心头上 确实是需要好好的来思考的 好 所以今天用这个开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感 但是我觉得还蛮喜欢去花莲台 东的朋友应该还蛮有感的 那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另外呢 是引起社会纷扰的国会改革案 在6月26号已经升手了 那这个星期 其实总统府啊 监察院行政院都已经提了释宪 民进党立院党团呢 也应该很快就会提出来 所以换言之 中华民国一府五院 除了考试院 还要来处理释宪案的司法院之外 在民党主政之下 现在全部都要提释宪了 我自己呢 不是法律专家 然后我也不是宪法专家 其实我不晓得说 一个单位提 跟这么多单位一起提 会不会影响到大法官会议 是不是要受例 可是其实你感觉上 就是很直接了当啊 你要让大法官都感受到 民进党政府的全面性的关注嘛 所以这么所有的 其实都提了 那大法官们真的是压力山大 顺便也补充一下 现在15位大法官呢 都是前总统蔡英文提名的 然后民进党多数通过的 那时候民进党在这个国会 还是多数的时候 就通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感觉真的很像 小朋友在写作文 老实说写我的家庭这样子 然后爸爸妈妈说 你可以自己写哦 独立行使职群 看你要怎么写怎么写 你可以做出你自己的专业判断 但其实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阿公阿嬷 全部好几双眼睛 就盯着你写这样 看你敢不敢写写 说妈妈很凶 爸爸喝酒喝太多 是不是 有一种种感觉 这压力很大 所以我也不是仙姑 没有什么胃补腺症的能力 不过我掐指一算呢 事件结果感觉 也能够猜出个大概大概 只能说大法官加油哦 压力很大哦这样子 接下来这个大家应该 非常有感的天气热 是不是真的很热 而且你说二次节气真的很准 6月21号呢 是今年夏季 夏季一过 好像夏天真的就到了 这个星期 我是在播到太多 跟高温有关的新闻 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 是一位陈大教授林子平 他针对了台湾都市热岛 效应家具有做一个研究报告 那根据陈大这个建筑 跟气候研究室的观察 在都会区呢 将会同时承受气候变前 还有都市热岛的双重热压力 而且这个高温区域的连接 是以北台湾来说 可能从基隆 新北 台北市到桃园 变成一整片的 很大一块区域的热带 这个现象 说是跟东京都的热岛 已经蔓延60公里的状况 是很类似的 而且以后要降温 要散热会更困难 因为这几天有没有感觉到 这样在台北 连好几天下午 都会下大雨 超大的雨 会打雷的那一种 可是即便你下雨之后呢 以前会觉得下完雨会比较凉 没有下雨还是很热 而且是闷热 有一种你在蒸笼里头 有水蒸气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样就是散热很困难 那你散热困难呢 可能就会造成一天当中 降温的时间变得更短 所以到了晚上 太阳下山了 可是你的温度 还是降不下去 然后隔天呢 早上日出 太阳又起来 高温又再累积下去 就会变成一种热的循环 而且对照往年 他们研究一下 其实今年热的时间呢 也比较早 比较提前 过去大概是7月 才会发生这么高的温度 才看到比较类似 这种热的现象 可是今年已经往前 提前到了6月 所以专家就来特别提醒大家 要好好珍惜每年的夏天 因为这都会是你 余生当中最凉的一个夏天 也就是以后 每年的夏天呢 都只会比今年更热 都会越来越热 所以高温就会带来 很多的热伤害 近期大家或许有注意到 这个穆斯林年度盛世 曼加朝圣 就传出因为当地呢 突破了摄氏50度的高温 有超过1300人丧民 其中83%的民众 都是没有经过许可 来参加这个朝圣活动的 那因为没有取得正式的资格 他们就没有办法 进到有空调的帐篷去休息 然后又经过了 阳光直射之下的长途跋涉 才导致这么多人热伤害致死 那我也稍微查一下 现在台湾的数字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今年统计到6月24号 热伤害就诊的有460人 所以医生就提醒大家 尤其老人家呢 很常看到会因为热伤害 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挂急诊 如果说前天晚上没有睡好的话 真的要减少户外活动 尤其是太阳直射的时间 其实这个星期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应该在周末吧 他要上卢寿映 因为当时有些行程 是在和平山区好像 然后就有随行的摄影记者呢 在现场就太热 热到重疏 结果这个真的是妈妈市长 他立刻就帮他刮沙 然后现场医生就找到 什么刮沙板嘛 他就教大家 怎么用手指头的指节 来帮那个摄影记者 就帮他刮沙 然后真的就出沙了 就散热了这样 我们做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 受到的伤害 其实你可能会有点觉得 超出想象 就是一般觉得就是中暑 或热衰竭这样子 这一天有个新闻 画面蛮吓人的 是一个小吃摊的 瓦斯爆炸的意外 其实也是跟天气热 有点相关 因为它就天气热 结果在新北市三重 有个机车 其实热到有点中暑了 可能是 他就是一时腿软 然后车子一下撑不住 就整个歪了 车就倒了 倒了之后呢 说巧不巧 就撞到旁边 小吃摊的瓦斯桶 然后一这么撞下去 管线松脱 瓦斯就外泄出来 那这现场又有火苗 整个就爆炸 然后就大火这样子 那我在新闻当中 我听到那个现场音 就真的你有听到 那个瓦斯嘶嘶嘶的那个声音 然后火这样烧 这样看起来是还蛮吓人的 不过虽然看起来 火是很吓人 还有这些意外 就只有三个人情伤 所以想想 有时候热伤害不只是 我们身体上不舒服 有可能还会引发 其他我们难以想象的意外 好 另外一直以来 我们在说新闻 都持续有关注的以哈战 是这个星期呢 又有一些新的进展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 在6月23号宣布 跟哈马斯之间的激烈战争 即将结束 那么在未来 他们的作战焦点呢 会转移到黎巴嫩边境的 真主党 从去年10月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其实真主党一直算是 哈马斯的盟友 是他们的支持的力量 曾经也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过攻击 所以接下来 以色列会对黎巴嫩 发动到什么样程度的军事行动 其实都还需要持续关注 而且在此同时呢 以色列内部有一个很大的震动 就以色列最高法院 在6月25号 做出了一个裁定 是这个极端正统犹太造徒 也必须要当兵 这恐怕会导致 极端正统犹太教政党 会退出联合政府 而他们其实一直是 纳坦雅布的政治盟友 所以进步大家推测 有可能会造成纳坦雅布政府的垮台 而这个事情 其实在以色列内部到底有多重要 以色列虽然说是 部分男女都要当兵 可是他们国内呢 就有一群极端正统的犹太造徒 或者是叫做哈雷迪犹太教 这些人是不用当兵的 他们的形象其实非常鲜明 我也讲大家一定知道他们是谁 就是那种戴着黑色高原帽子 有没有 然后续胡 而且呢 两兵的胡子要绑成辫子的那个 然后他们常常都穿黑西装 然后里头都是穿白衬衫的这样子 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社会文化 其实非常非常守旧 他们反对 而且抗拒现代生活跟科技 男性呢 其实到14岁 不要接受什么现代教育 不要工作也不用当兵 他们的人生目标 就进到一个特定的学校 开始要一辈子来钻研 犹太教正典 妥拉 他们那些经书 就是叫妥拉经这样 那因为他们不用去当兵嘛 然后也不工作 而且他们也不节育 就导致贫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一般呢 以色列内部 其实对他们是蛮多批评的 甚至有些人不满 叫做他们是寄生虫 那在以哈战事之后 他们的各种特权呢 就更加引起以色列内部的批评 可是因为他们人口占比 百分十在也不少 而且我刚刚讲 他们是不节育的 这个社群呢 人口占比会越来越多 因此在政治上 一直是一个非常坚定团结的力量 那纳坦雅胡 你没有办法切割他们 所以现在呢 他们被最高法院裁定说 要来当兵 政治反复的样 其实对纳坦雅胡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执政危机 好 那这个今天说新闻 上架时间是在礼拜五 非常热闹的一件事情 就在今天展开 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 首场电视辩论会 在台北时间 6月28号礼拜五的早上 9点在CN举行 那在辩论之前的民调 纽约时报这边公布出来 是川普48% 然后拜登44% 川普领先4% 差距其实有看到 是因为拉达 因为投票这个 还有好几个月嘛 是11月才投票 而且选情变化其实又非常快 所以我们也很难说 这第一场辩论的表现 到底会对这场选举 带什么关键性 这个影响 可感觉 大家好像有点是 在看好戏的心情 在期待 因为你不晓得 川普又会说出什么惊人之语 然后你不晓得 81岁 拜登到底有没有可能 在辩论现场 又出现什么黄身 放空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辩论之前 拜登就已经消失在 公众场合 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就是到了大卫营 闭关 要来为辩论备战 有报导说 他还模拟 在正式辩论时之后 因为要有90分钟时间 都要站着 所以他训练自己 要站这么久 因为80几岁 真的也不简单 那川普呢 这段时间 还是四处的啪啪噪 继续他各项竞选活动 而且就在造势演说当中 一直在考塞拜登 做这些预备 他说他关在小房间 不是在闭关准备吧 在打瞌睡吧等等 就是一直在考塞他 那一般预料呢 这会是一场 仇恨值非常高的辩论 大家听到这一集 应该就已经有 很多相关的报导 或分析出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 借此来观察一下 这场辩论 双方的议题操作 有哪些 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 目前的美国国内 到底什么才是 他们关注的热议题 那顺便也提醒一下 英国的国会大选 马上在下个星期四 7月4号就要登场 各项民调显示 主要在野党 工党的支持度 也要领先 现在执政党 保守党 来到了20个百分点 工党看起来 甚至有可能会赢得 比保守党 多出三倍的席次 所以接下来英国政治 又会出现 些什么样的新的局面 就看看这段时间 有没有可能 有更多的分析 说不定我们在 下个礼拜说新闻 再一并帮大家来做整理 好 最后一个提醒 因为已经来到了 6月底7月了 大学生都已经在放暑假了 然后很多各级学校 都要放暑假了 真的要特别提醒 大家注意细水安全 因为我每年 到了暑假期间 我真的是很不想 但是就是会播到蛮多 这种逆水的意外 在野稀的 在哪里的 那其实这个礼拜 就已经有了 是在肯定的帆船室那边 然后是一位 22岁的美籍大学生 他是一个交换生 来到台湾 可能跟一些同学 一起去肯定玩 就不幸逆弊 所以在这边 要放暑假了 真的是很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播了 这么多年的新闻 到了暑假 很难过 几乎都是避不了 有类似像这样的新闻发生 好哟 那大家如果平常 没有什么时间 或心思关注新闻 一个礼拜15分钟 欢迎大家听我说 新闻幕后 我们聊新闻 也说新闻 在每周二 午会更新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跟我们五星评价 也邀请来追踪 Tradio粉专 或者IG 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的想法 新闻幕后 我们就下周二 空中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